我覺得兩個國家的領導人見面 當然有他的一些需要 我想這是這兩個國家 對世界負責的很重要一個表象 當然台灣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絕對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但是對於美中來講 他們的問題當然不只是在台灣問題上 還有其他方面的問題 那在去年的11月15號 習近平跟拜登見過面以後 他過了130多天 那這一次雙方面互相的電話 我覺得他有他一個大環境的影響 包括就是說我們知道美国的選舉 大概初選也大概就結束了 那基本上未來再越到後面 他們兩個的見面或者對話 會越來越困難 越進入選舉的機制 那另外來講 現在國際上的大事的確也非常多 包括俄乌戰爭 包括以哈戰爭 那特別是美中之間的經濟方面的較量 其實還沒有方面的停止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對於這個美中兩大國來講 他們保持一個溝通的管道 我覺得這是他們所必須要來努力的 但是溝通管道的溝通管道 它畢竟只是一個型 那真正的實質方面的話 我覺得大家彼此之間 原來的堅持的立場 是不會有任何的改變的 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那包括在什麼 你可以看說美中之間的對抗 我覺得大概包括三個方面 那第一個就是 美國會繼續拉攏相關的國家 去圍堵中國大陸 我們看到最近的事情大概4月10號左右 包括美國日本跟還有菲律賓 那三個國家會進行個高峰的會議嘛 那甚至要不要把臺灣納入到阿庫斯 整個一個防衛體系 所謂的潛艦計畫裡面 我覺得這都在考慮的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也會來討論 所以在這些問題都要做以前的時候呢 其實美國它也必須要向中國大陸 做一些的表態 就基本上事前跟你打個招呼 做一個形象方面的一些事情 那大陸當然也非常清楚 利用這件事情表達大陸的一個基本立場 就是希望你美國所謂的去風險化 不要反而製造了更多的風險 那習近平在這談話裡面也料出 他的話就說如果你願意合作的話 我們永遠開放大門 但是如果你要對抗的話呢 那對不起我們一定奉陪到底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整個相關的對話 其實都是彼此之間的立場 都沒有做任何的動搖 但是呢由於這個 今天美中高層要做電話的溝通 所以當然會影響到臺灣 就像你剛剛講的 原來的金門要實彈的演習 那因為拜登跟習近平今天要對話 那必須有一個善意 所以我相信是美國方面 要求臺灣方面 那這個實彈演習就暫時的去取消了嘛 那這段時間的確兩岸關係 也變得非常的緊張 那包括馬恩有些人有大陸去訪問去 所以有些大陸他的高層 也在希望能夠緩和一下 兩岸關係不要越走越僵 那正如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美中之間其實在臺灣問題上 雖然沒有共管的這個表象 但是其實共管的事實已經出現了 那這也是我們臺灣必須要憂慮的 也就是在這個談話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對臺灣的發言 其實大陸方面還是非常的強硬嘛 跟美國料化也料得非常的狠 就基本上要避免外部力量的介入 這些話都講得非常清楚 那當然對於拜登來講 還是說希望維持兩岸的和平 跟一個發展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倒並不是完完全全是因為 臺灣的因素而促成了 拜登跟習近平今天的對話 但是由於拜登跟習近平要對話 所以臺灣的很多的行為舉止 就必須更為的克制 所以這件事也充分顯示出來 其實民進黨的賴清德或者蔡英文 他們在面對兩岸問題上的時候 還是完全依附在美國 也就是美國會完全主導著臺灣 所以我常常講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兩岸關係 其實最重要一個發牌的 可能反而是美國 因為包括中國大陸 他也不希望兩岸之間 有任何的武力方面的衝突嘛 可是民進黨由於一種慣性的方式 他在兩岸問題上又不斷的想衝撞 就製造兩岸之間衝突 所以說美國今天的介入去管理 臺灣的民進黨 我覺得中國大陸來講 他是需要的 所以說換言之 在這個基礎之下 我覺得拜登跟習近平的對話 或者美中之間的任何高層的互動 他就有展開的必要 也會產生一些實質方面的一些效果 我接下來要請教一下趙老師 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其中有一個人非常重要 就是羅森伯格 那麼他幾次來到臺灣 其實這個時間點上 跟這個新聞的事件都有相關 包含了就是從去年的四月份 這個2023年來到臺灣之後 那包含當時的大陸解放軍 在這個黃海有重大的軍事活動 那第二次第三次 那集中還包含了 有這個總統大選的期間 那最近一次就是在拜登跟習近平 要進行通話之前 他來到了臺灣 老師怎麼看 這個羅森伯格 他的角色對於臺灣 他所這個濕度 濕加的這個力道呢 是不是在其中也非常的明顯 那首先我們要了解 這個就是說 美國對當前兩岸關係 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中美當然是在對抗當中 不過他們很多事情 包括經濟方面 現在葉倫正在中國大陸訪問 看起來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他所謂的公平競賽 跟市場這個公平性的問題 非常的在意 尤其對這個新能源方面 電動汽車 還有這個太陽 太陽能方面 中國大陸覺得 美國覺得中國大陸 產生 就產量過剩 希望中國大陸可以適度的這個解制 避免影響到美國自己的 這個國內的產業發展 這我們都可以理解 不過就說美中在經濟方面的競爭 它不會出現什麼戰亂 不會有什麼衝突 可是在南海跟台海問題 尤其是台海問題 這是有可能使得兩個世界上 最強大的國家 走到一個競爭對立 或者戰爭的狀態 因此我們就說 DC我們看得出來 DC很多人 包括智庫 美國官員 對當前兩岸關係 尤其是民進黨的兩岸關係 應該是有很多的疑慮的 那麼羅森伯克上一次 今年1月在總統大選結束以後 馬上過來 各位大家也記得 它的一個最重要的信息 就是在台灣強調美國 不支持台獨的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是比較 就是說這個政策 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過去通常是美國 在美國講給中國大陸聽 或者到中國大陸 或者國際場合講 給中國大陸聽 可是這次是美國的 主要的負責兩岸事務的官員 來台灣講給我們聽 所以那一次的這個訪問 各位大概可以說是大家印象深刻了 那麼這次選擇在這個關節 就是說關鍵點上 正好是新政府即將就任 我個人覺得美國要傳達 讓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那麼賴清德就他過去的這個 務實台獨這樣的這個立場 要有所節制 我覺得這個信息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老師怎麼看 就說羅森伯克是不是會在520 賴清德就職之前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他很有可能還會再一次來到台灣 帶來一些訊息 這當然不是不可能 不過短短在五個月之內來 三次應該是比較過多 我覺得來了兩次選舉之後 主張也記得在選前 就我們大選前夕 白宮特別非常罕見的 就台灣的選舉 舉行了一次那個新聞發布會 那裡面講的其實也非常的 非常的尖銳啦 那希望兩岸就是說任何一方 不要改變現狀 維持和平穩定的發展 同時特別對兩岸未來 是不是和平的解決 分歧都有所表述 這個基本上都是講給中國大陸聽的 就是說在因此選後 羅森伯克馬上來 現在選後一個多月又來 我覺得這個訊息已經非常明確了 我今天想要請教一下黃老師 就是說雖然我們看到 習近平跟拜登在通話的時候 對談上面似乎看起來是以和為貴 和和氣氣的 但事實上呢 這個後面剛剛趙老師有講到說 這個軍事上的一個對抗 或軍事上的一個這個方面呢 可能接下來是一個重點 但是呢除此之外是不是在經貿上 其實呢也是一個重錘 我先談很快地談一下拜習的通話 剛才您提到了這個特別在習近平他表達的一些求聞 或者是這個或者以和為貴還有這個以性為重等等這些 你可以看得出來以我們外交角度來講這個叫做坦率的對話 坦率的對話 坦率的對話 那為什麼特別講從我們外交角度呢 因為如果你看到大部分時間 你看到一個國家講說我們進行了坦率的交流 表示各說各話 是這個意思 對我很直白地講了 但是我有沒有說服你我有沒有溝通 那個不知道 那有時候加個坦率而建設性的對話 那麼氣氛可能好一點點 因為不只是坦率 還有建設性 至少還提出了一些雙方向前走的一些這個說法或建議 那可能對方也至少聽進去了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中國大陸的官方怎麼樣去定義那一次的拜習對話 但是坦率的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很明顯的 因為美國 其實我覺得習近平講的也很直接 我當然對美中關係有所期望 可是呢 你也不要到處去戳我 到打著去風險的旗號 然後一直在找我的麻煩 我覺得習近平講得很清楚 而且他也講說 這個如果真的必要的話 中方不會沒有回應 其實這個在外交上已經說實在 外交這些稍微帶一些強硬的話 你要把它再乘個1.2 1.3 1.5 也就是說其實習近平 軟的也表示了 以和為貴等等 但是硬的他也表示了 所以在軍事上 剛才趙老師已經講過了 特別是在台海南海等等的問題 這個是美國跟中國大陸 目前最可能 進行雙邊直接軍事衝突的兩個點 可是經貿上面 經貿上面 我們看到美國這個組合權 源源不絕地來 從一開始 拜登講的是關稅 他講的是關稅 他不太像過去像雷根 雷根很喜歡用匯率 日本就是被雷根用匯率的方式打下去 叫日圓 維持在他的這個高檔 那川普貿易戰先打下去 而且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 川普在他的最後一年多 大概一年半左右 已經開始準備科技戰 包括他的商務部一些相關的單位 已經對外徵求 在我記得好像有17項還19項 重要的這些科技領域的這些發展 我們如果要對中國大陸怎麼樣的話 相關的美國產業 你們有什麼意見等等的 只是大家知道川普因為後來沒選上嘛 所以他這些步驟呢 並沒有完全下去 完全走下去 但是拜登上來之後科技戰就繼續了 那所以不只 而且我們也知道 這些經貿戰的關稅 其實雙方並沒有完全的撤除 好那經貿上之外科技 現在更是重重之重 不管是大家聽過的 美國本來要組成的晶片四方聯盟 CHIP4 當然主要是因為南韓 還有甚至包括台灣民進黨政府 有些顧慮啦 不敢那麼直接的在晶片上面 站在美國這邊 所以那個CHIP4 這個四方聯盟就沒有這個 直接的出現了 可是後面的包括從這個研發端 從製造端等等的 全部去卡中國大陸的晶片的製造 那這個其實 甚至美國是打群架的概念 把日本 荷蘭 南韓 台灣部分也有啦 把它全部拉進來 去針對中國大陸一個 所以這個科技戰的晶片這一部分 廝殺的非常的慘烈 或者我不應該講廝殺 是中國大陸防守的非常的慘烈 所以老師在五月份 中日韓三國也會進行一個高峰會 所以其實中國中方在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要加強力度在裡頭 日本跟南韓現在這兩個國家 我覺得中國大陸可能比較多的心力 是放在南韓 因為南韓這個政府 尹錫悦雖然說是很親美 但是他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並不是像我們台灣這樣子 反正我就是拼命抱著美國的大腿 這個中國大陸我不管 台灣是這樣子的 對 南韓雖然說也抱著美國的大腿 可是像譬如說北京重要的活動 像世大運 如果沒記錯是那個世大運吧 去年 南韓還是派他的總理出席 所以中國大陸看得出來啦 南韓雖然說 他必須要在薩德的系統 那個高空反飛彈系統 或者在經貿 甚至像一些國防安全上跟美國合作 但是這些其他跟中國大陸關係 不至於搞到僵化 或者是差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 但是中國大陸對日本 我覺得岸田現在不只是支持度 非常的低 而且另外就是日本岸田 反而是拼命的跟著美國走 對中國大陸呢 雖然說不會落井下石 但是他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跟南韓對中國大陸態度 兩個比起來 南韓確實姿態比較有彈性 所以這個美國把日本南韓拉去 繼續開他的高峰會 當然看得出來就是 日本跟南韓會進一步的 配合美國的一些 在區域安全戰略上面的行動 可是我覺得南韓可能 可能啦 是美日韓這三方裡面的 最軟的那一塊 那中國大陸只要抓著 最軟的這一塊呢 那美日韓他的這些戰略同盟 戰略的協作等等的 應該目前還是有他一定的限度 對北京的威脅當然是有 但是也不至於到一個 等於是如芒刺在背 北京永遠睡不著 這樣的一個境地 剛剛黃老師有提到 這個南韓的例子 我接下來請教一下張老師 就說台灣是不是也可以 借近像南韓這樣的方式 雖然呢民進黨都是很親美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應該也要開放 跟大陸這一方 有更多的一些交流 我覺得台灣當然跟南韓不一樣 我覺得南韓其實他這樣的做到 是他自己內部 尹熙悅他也受到很大的 經濟財團的一些壓力嘛 那剛剛講的 其實相對於日本來講 南韓的確是採取 比較更微妙的做法 不過尹熙悅現在做的 已經是夠親美了 我覺得台灣的情況 當然跟韓國跟日本 跟菲律賓都不一樣 因為兩岸畢竟是同文同種嘛 是 而且台灣對大陸的經貿這麼強 而且兩岸畢竟是一個 中國人整體的內部的問題 那在這過程中 其實大陸對台灣的立場 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最終是和平統一嘛 是 那台灣也沒有任何獨立的 這麼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會覺得 怎麼樣發展兩岸關係的 和平發展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在台灣兩岸和平發展中 台灣也能夠採取 某種的主動的角色 反為更重要 所以整個來講 就我們剛剛談到了 不管現在的整個外習之間的對話 還有目前看到的所有的 東亞的一個局勢 你會發現說台灣在裡面 其實它自己也沒有任何揮灑的空間 它完全是一種類陣 影響到我們的對外關係 也就是為了要對抗中國大陸 其實也喪失了我們很多的 對外關係的一個自主權 完全聽名於美國 我覺得這是個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 有額外的折扣喔